來看今年的宜蘭 國際的動員藝術座 七月撤到開始 一樣在當山河清水公分基盤 管政府最近在找的工土生後 十一月發現說 面前有一個家的動員 桌的美鳥增益 也要找的工土生後 還說報名就有六百塊的雷降 管政府是給民眾五湯紅瓶 把動員桌的美鳥爺開開 之前的人數算是很少 也沒有用過外童的賞品 我來是有雜片集團 投用動員桌的土生立價賣賞壓 想要讓民眾跟一代社會 然後來騙民眾固定的資料 如果民眾沒有仔細看 其實你會有點沒辦法判別 除非你是會從案戰書 就是民眾除非你會真的是 去注意到你的案戰書跟貼文 管政府無法教委委員官表示 今年的動員桌是七月撤到開幕 價賣賞壓順下七月撤一 因為雜片集團投用今年動員桌的 現象度 也沒有上市場真的會看出差別 最近這發佈就沒有動員桌 港投省的信息 價錢的粉專就隨地發佈 還說加一台社群提早報名 可以領六百塊的禮貫 就是他提供了說可以登記啊 抽大獎可以領六百塊 那我們一般同案節 我們是屬於宣導 那不會有主主動的這件事 而且今天確實這個也不是 我們同案文化局所發送的 管政府無法教提供民眾 要注意這種的假信息 補免港投省只要下 Google標準的資料 不用加一台社群 以共享警方彼岸 讓家的粉專可以拿下來 既然民眾派騙去 詐騙的這種網站其實蠻多的 而且加上其實也見怪不怪啦 就是 但這就還是一樣要提高警覺 你找任何工作 其實你應該都要謹慎地去思考 無情願無憑眾 因為價賣不重要 讓詐騙造成財產的損失 不過管政府無法教要是提供 現在網路發達 價賣不重要 價賣不重要 價賣不重要是四個贏 同案節相關的族信 要是愛宜官方的賣不重要為主 而且要緊實破斷 不可以讓市場大學 記者 總法報道